是银法续日单元 希望每位银法长辈的生活 都像是续日东升 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这位岳华阿嬷 今年76岁 20年前的时候 她曾经重重地摔了一跤 导致她卧病在床好长一段时间 不止身体上的痛楚 加上心灵上也被局限了 所以她就体认到肌耐力 或者是骨骼力是非常重要的 她以70多岁高龄开始练重训 也要证明了重训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因为她练下来之后 发现体能真的差了很多 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练重训之后把健康余命拉长 人生才能过得比较有意义 即便是要离别的那一天 也能够优雅地说再见 保持保持 脚踩地板再踩 对很好 摒弃凝绳完成高难度的六脚杠硬举 挺直腰杆滑轮下拉的动作 同样做到位 今年76岁的陈月华 在运动教练的指导下 动作标准又熟练 看似岁月在她的身体上 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 56岁那年一次跌倒的经历 让她多年来多重病症缠身 跌倒那时候也没有时间处理 然后就拖啊拖啊拖了 腿 左腿都麻了 后来就脚就萎缩了 左腿就萎缩了 那虽然有做复健 可是效果并不好 那然后更严重的就是 椎间盘突出 然后脊椎滑脱 然后压迫到神经 那个萎缩的情形很严重 那个时候也要吃情绪调节剂 像血清素啦 还有抗焦虑的药 决心摆脱年龄与疾病的束缚 她过去从事化学工作 把自己的身体 当作最好的运动实验 75岁时决定给自己 一份特别的礼物 走上重训之路 很多运动都做过啦 像短暂地跳过排舞啦 那现在是做重训 我去年开始做重训 因为我骨质疏松了嘛 那我听了很多演讲 然后下了结论就觉得说 重量训练对骨质密度 是很有帮助的 部分的长辈 他们都会先担心几点 那就是他们会怕 看到别人举着很重的重量 他们会担心 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到 会觉得这个好危险 虽然心里害怕 可是真的去做了以后 觉得很有趣 不会害怕 而且非常喜欢做 我的机率无形中在进步 我的脚力 腿力 活动力 进步到让我看得见 我走路 觉得很轻松 走路 走路 健康的身体 让他感受到自由 快乐地体验生活 享受社交乐趣 正面的生命经历 证明运动是你老生活的关键 我们年纪大了一定会生病 将来会走 可是我们要把还在 还活着 还可以动的时候 把健康余命拉长 我们的人生才比较 有意义 然后将来那天到的时候 才可以跟我们的这一生 优雅地说再见 带新闻古雅琴林立一 台北报导